我现在要请你们知道 当我们拿到这个资料的时候 我就想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各县市 各县市的一个所得收入总计 所得收入总计 例如说民国110年的时候 县市各县市的所得收入总计是怎么样 有听懂吗 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拿到这样子的资料 所以我想要画这张图 好所以我们来去看说怎么画 有听懂我要画什么图 我要画我现在只想要画 就是说某一年民国110年 然后20个县市的所得收入总计 看看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有听懂 因为这张图你要会画 画完之后你才会想到说 那我是不是110年跟109年来比一比 对不对 这就是下一张图了 这样有听懂我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先画第一张图 首先因为我要画的是110年 所以用群组直飘图来呈现好了 群组直飘图 然后年在这里 好所以这是哪一 我群组直飘图的话 我是不是要有一个x轴 我要有一个y轴 对不对 所以我的x轴是我的区域别 所以就在区域别这边打勾 再来就是我的什么轴 y轴是一个数值 我这里面也就只有一个值 可以吗 所以这边我就要打勾 直接打勾 它就自动放到值 那你现在一定会说 那不对啊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是什么 是很多年很多的项目 我只要算一个项目啊 哪一个项目 是不是总收入 年总收入 对不对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等一下我再告诉你 怎么样把它变成是总收入 可以吗 还有年也不是110年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数字是不对的 好 请问一下 我刚刚其实只有点三个地方 所以 一点选群组直条图 二点选区域别 三点选值 我就只有请你们点三个地方